哈嘍各位好欢迎来到安迪的优奇频道 今天跟各位带来是一场天梯观战 眼前看到的是我们的波斯人 然后对上是伯根蒂 也算是蛮蛮强的文明 伯根蒂当地图呢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哎阿拉伯没错 只是阿拉伯呢 蛮罕见的旁边有一些小水池哦 不过虽然有鱼只有一丛 应该不太会去利用他才对吧 就如果是比较多鱼的话 可能开局都还会选择在这边下那个魔方 好啦那今天怎样比赛呢 我们一样先来看一下 波斯人的文明特性 那因为波斯有点久没出现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奇兵文明 一开始多50的食物跟木材 布小布 再就是他最主要的一个特色 自然中心还有他的码头的双倍生命值之外呢 工作效率会提升 他造村民的速度会变快 代表波斯在长久的经济效益下会比较好 因为他村民会 呃 产的比较快一点 那特殊战象特殊的单位是战象 但但战象这个单位 应该非常非常非常少用啊 170食物跟85黄金 算是蛮贵的 他又很怕僧侣 那就是当然如果对方没有僧侣 你的量起来的话 战象当然是很强 可是就单挑局来讲 资源消耗过大 其实有点偏难用 我战象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到有什么有效的开发 你说毛相夫还有可能 战象我真的是幾乎没什么看到 特殊科技的话呢 波斯工兵 让他生产工兵的时候呢 只会消耗额外的木材 不需要黄金 这个我相信 一直有在关注频道的 应该有看过一场比赛 那我就不多说了 好像是四湖吧 还是什么的 反正就 波斯打了一场 超级无脑的工兵 工兵流一波 疯狂的爆这个一堆工兵 靠的就是这个波斯工兵的 银罐科技 因为波斯有这个科技的关系 所以他其实没给他抢弩兵 就给他弩兵而已 我觉得 合情合理吧 就 你给他这个科技 你还给他有抢弩兵 会太恶心 还有相夫 战象移动速度提升30% 诚如刚刚所说的 战象都已经不是太多人用了 这个相夫呢 应该也不太有人会研发 因为打战象的几率实在是太低了 ok 那再来就是他团队加成 骑士对工兵的攻击一会加二 所以波斯出骑士去砍对方工兵的时候呢 其实还蛮有优势 合技部分 射箭场的话 刚刚讲过没有抢弩 剩下的该有的都有 虽然是骑兵文明 但他射箭场除了抢弩之外 该打的都可以打 巨颖的话 就少了双手剑兵吧 民兵线偏弱啦 但民兵就没那么常用 所以其实没什么差 马舅的话就全科技 少了草原旗跟毛相夫 那基本上是全科技 重装骆驼 游侠凶亚地青旗都有 工程所的话也有带到火炮 剩下该有的都有 冰工厂 少了三射 一样 因为他的工兵有波斯工兵的关系 就没给他那么强的科技能力 大学的话偏弱 有没有工程工程师哦 然后也没有那个大型箭塔 没有躲墙 没有模仿水车 总之有稍微欠缺蛮多科技 应该说就欠缺蛮多科技 然后修导院烂得要死 也没救赎思想 这僧侣就是单纯做防守兵种而已 经济部分倒是不错 该有的那个经济都一个都没少都可以 ok 就是波斯的文明特性 那 我跟帝我们来看一下 我跟帝的话就是一个 可以提前一个时代升级他的经济 然后 他的经济科技先提前一个时代之外呢 食物还比较便宜 好吗就有科技费用也比较便宜 城堡时代可以先升这个重装骑士 还有他火药单位比较强 特殊单位马上清装兵 好等于是一个有带冲锋攻击的一个 起兵 其实就毒条满了他的攻击会提升 还有我们常看到的革命的弗莱冥冥兵 不过经常革命失败 对 大概是伯根地人 算是一个长久发展下 经济还蛮能有优势的一个文明吧 好这边 稍微加速了一下之后我们直接看到了 那个 波斯的棒棒直接走到了伯根地这边来 而且感觉还是蛮早的 波斯这边真的是蛮早就直接下军 两个棒棒就直接走到伯根地家中了 不伯根地这边反应也很快啊 瞬间就拉起了木墙 看起来损伤应该不至于扩大太多 所以前期这边的骚扰应该 呃没有太大的成效 而且 呵 伯根地想要把这个民兵困在这个 墙壁里面啊 要注意一下 ok 前期 博弈我看一下应该 应该 应该伯根地这边看起来处理的都不错 只要没有村民被杀的话 这个消耗应该都还好 就盖盖木墙可能会稍微拖一点时间 所以现在分数的话 不不波斯这边一定是比较多吗 有波斯这边分数一定会比较好 因为他有稍微干扰到这个伯根地的村民在工作的速度 拉西盖木墙也是要花成本吗 你的木头也得盖前期木头缺那个 缺个几十你可能 对后面的规划就会有所影响了 那边就围着对方的魔方在打 看一下波斯这边 开了一个伐木场 然后这边应该要开双伐木吧 感觉 是吧 在等那个100木头吗 不然这圆圆彩木头是怎样 他在等那个伐木场好吧 他在那边在收那个木头 然后要开双伐木场 ok 我想说这个圆彩这个木头感觉效益超超小 那 波斯的两个民兵这边还是持续的在打这个魔方 不过其实前期的骚扰应该是都还好 然后伯根地 目前也准备下军营 然后开这个采矿营地了 那么早开采矿营地 他应该 看一下封建这里 你要打小弓吧 这小弓应该几率蛮高的 因为他大概是 差不多快一半的时间盖下这个军营 然后开始采矿营 被干扰一下流程 但如果有派到采矿营地的话 可能单射箭场会去出这个工兵 那波斯家里当然就是 过的比较爽嘛 因为他现在采取主动进攻 你出两个民兵其实好处也就是这样 对手会比较被动吗 他在家里必须要防守 所以他也不能出门 不过两个民兵 拆房子当然是拆不掉 靠一个村民修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来看一下 波斯 家里 目前正在升封建时代 而且波斯呢 直接选择了一个二十五村才升封建 所以他要跳城堡吗 波斯 感觉蛮大的机率也会想要跳城堡 或者是单纯只是想要拼经济而已 他这边的黄金还 蛮多的 木头也配的不少 说不定等一下也是有可能打这个弓箭厂 看一下伯根蒂这里 伯根蒂果然是上射箭厂吗 单射一个 应该是单射的战术 ok 其实这边 嗯 波斯这两个民兵 就大概只骚扰到了百分之 大概百分之三吧 最整体的骚扰程度来讲 其实这没有蛮高的 伯根蒂这边防守已经很快了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已经进到封建的话 伯根蒂的射箭厂出来工兵应该 随便反制啊 这边打起来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他就看波斯上去要打什么战术嘛 双射嘛 跟我跟他讲的一样 因为看他那个黄金那么多 木头也那么多 感觉不太可能是要上城堡 因为上城堡的话 其实不需要那么多黄金的佩服 他刚才拉那么多黄金 然后又拉这么多木头 应该就是要爆小弓 双射开下去 可是现在还没有在产任何东西 在什么冰工厂 波斯这边还非常的谨慎呢 他这里直接插掉上塔 他直接在金矿场那边插掉上塔 他不想给对手去封锁自己的金矿 而且是双射哦 那这样子看 博跟帝这边要不要补射箭场 或者是就直接出毛兵反制了 所以你单射要去对抗波斯双射的话 波斯应该还是优势蛮大的 兵工厂拉起来工房拉一拉 波斯两个工兵 两个射箭场的产能应该是蛮高的 而且博跟帝刚才前面送过来的工兵也死了一些 所以 就看一下吧 墙壁还来不及封哦 波斯一开始过得非常的舒适 所以墙壁封的比较晚 如果 博跟帝也是走到了边界了 ok 冰冰完全不会是对手 那现在就看一下 波斯这边 应该拉下他的工兵来侧边做防守 村民的话看一下 32对31 你可以看到 波斯这边是 就算有那个工作速度加成 其实也不会真的差到那么快 不会瞬间就差了好几个村民 会慢慢慢慢的赶过 等TC多的话才会更有区别 三TC应该是还好 这边拉村民要出来一起戳这个 伯跟帝的弓箭手 阿里 阿玛丁曼 两边都是一射都拉了 那对以上的话应该就是超平操作了 给操作好谁赢 我总觉得 伯跟帝这边操作比较好一点 对 伯跟帝这边操作的不错 感觉刚刚波斯的工兵是比较多了 但是这边换一换之后 哎 伯跟帝的工兵 这边好像还打得 有声有色 哦还有命中率的问题 刚刚有两件没有射到 还有攻击但没有射到 可惜 还有可以加速一下 波斯边界应该也是正在防守 然后 工兵往前拉 毕竟你都双射箭场了 没什么问题 你就是要往前去压制对手 那你一旦工兵打输 你就是准备转毛兵嘛 所以你看到 伯跟帝这边 射箭场已经是 以毛兵为主在开始做升级了 这边还拉下了一级黄金 让黄金产能速度快一点 伯跟帝 毛兵正在建造当中 但这里的村民 竟然没有闪掉 应该是为了盖这个房子 这房子 有洞的样子 但他也不敢进来吧 这个毛兵扣在门口 欸 欸不对这边有九个工兵 有可能想要硬杀喔 但是还蛮亏的我觉得 因为毛兵毕竟 弓箭时代还是蛮克制工兵的 这小宅口 工兵还是要硬来吗 感觉想硬来 哇这干扰 这种伯跟帝干扰的有点严重 搜村搜的不要不要了 你看这双射的威力 波斯这边瞬间 前线就十只工兵了 后续还是继续在补 而且你看 波斯这边的工兵产能一直没有断过 就一直往前线做压境 诶 波跟帝已经是直接跳到城堡了 操作 然后工兵有机会就点杀村民 不过我们的波跟帝毛兵也不是 随随便便 可以让你侵入的 毛兵也是在后面 蓄势待发 防守这个波斯的工兵进攻 窄口这边应该是有点难打 不过确实波斯这一波的骚扰 对波跟帝来讲也是干扰到蛮多经济的 但 这边看一下分数其实没有拉到非常开 一部分是因为博跟帝上到城堡 如果波斯上城的话 应该分数就直接赶过 因为你看那个村民的部分 村民这边波斯目前又比较领先的 因为刚刚他升城堡的关系 所以这村民落差就有出来 博跟帝直接升上了战保兵 那这里更没有问题 工兵打战保兵就更不用想 战保兵光这个数量就可以 大幅度摧毁掉这个波斯工兵的阵容 趕快退回自己的料楼台附近做防守 博跟帝这边选择是开了双TC 没有问题 就是直接开三TC 先开两个 因为现在对手还没升到城堡时代的话 这里是一个很好反超经济的时候 因为波斯这边虽然造了很多单位 但其实刚刚那波压境没有造成太大的损伤 跟一开始的民兵是一样的 就没有特别把对手打惨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小加速看一下 不知道 用工兵射死战毛 码就开了 等一下应该会出骑士 然后博跟帝这边 看一下喔 家里就是专心仙龙嘛 三个TC开起来 仙龙再说 波斯已经是直接进到努兵 要前线做攻击 但这边的投资车看一下 应该有看到 不过这边也在配合骑士啦 所以等一下这个马舅应该 大速度应该算快 双马舅 双马舅跟双射箭厂 等在出兵当中 博跟帝这里呢 单射箭厂 单军营 单工程所 博跟帝现在就是要圈地防守 然后OK 造下城堡了 这里直接踩石头上城堡 然后又没盖军事建筑的话呢 合理推断应该又是要打UU了 就博跟帝的那个马上清装兵 感觉应该会想打那个单位 因为没有任何的军事建筑 他感觉没有要爆其他兵 可是又先升了城堡 那现在的话就是你升城堡 当然一部分来讲你防御就是非常足够 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升里面的UU 现在反而压力落在了波斯身上 因为波斯这边 村民刚刚也落后了一阵子 之外呢对手已经开到3TC了 那波斯家里现在是单TC在跟对手打 他只有3TC而已 那好处当然就是波斯这里的军队会比较多 哇靠这里竟然还冲进来诶 波斯这个太冲了吧 还偷了两只火鸡回家是不是 其实那博跟帝真的防守得很好诶 他从头到尾那 干什么 波斯一直在进攻然后博跟帝一直修 他都没有什么机会轻 哦有了有轻入一只了 不过马上清装兵已经出了 8加20的攻击力你可以看一下 这砍一刀下去就直接28点伤害 你看这骑士多痛 那他就算砍完了 他其实本身也只是比骑士少2点攻击力而已 所以其实马上清装兵 没有很烂哦 我觉得他还蛮强的 那他这个毒条满了就会加20点攻击力 跟对方骑士打 我觉得交换起来也没有到差太多 但因为对手骑士是有生那个护甲的关系 所以这边换起来当然是比较吃亏 可是等他那个毒条一好 直接打一个冲锋攻击 那个伤害量是非常之高的 你看这个 我们先在伯根蒂的视角 好吧 他最后还是打赢了 当然 部队数量有差 但是 现在被换掉那一堆 骑士其实还蛮伤的 对波斯来讲 波斯现在还在打这个边界 两台投石车压这个市政中心 但是伯根蒂 看一下伯根蒂后续 目前没有在产兵 目前暂时有点小停产 但他直接拉马上清装兵出来 硬抓这个投石车 靠着他的那个蓄力攻击 直接硬抓非常的成功 他只要等他这个毒条完成 然后再回身打就好了 他就可以带出一波很强的伤害 这边要上第二座城堡了 哇哦 伯根蒂这边是直接先圈地防守之后 然后上两个城堡的 然后继续出马上清装兵 投石车设法要阻止伯根蒂建造 但是这投石车还是被对方应换 坏了 伯根蒂这马上清装兵过来 还是把波斯的投石也换掉了 村民现在是六十一对七十一 波斯落后了十个村民 波斯应该开TC的吗 没有耶 波斯现在还是单TC在打 超级危险 应该要开第二TC了 这个骑士是真的得想办法做点事情 进去干扰一下村民一定是必要的 但就觉得应该是有点困难 因为村民在附近的话 这个十强拉一下应该很快就拉起来 感觉要侵入的机会也不大 而且看到伯根蒂这边的UU一直在出 马上清装兵开始浓起来 这东西浓起来也不好打 那蓄力伤害真的很高 你8加20 超级超级高的攻击 28点伤害 这也要直接侵入波斯家中了吗 直接到到他家里去打 但是博根蒂波斯这边也是骑士侵入了 竟然没有来得及盖起来 哇这一波进来 博根蒂村民也死得很严重 要回救吗 还是跟对方换兵 但波斯有点小发呆 因为自己家里也被对方马上清装兵干扰 而且蓄力攻击的关系 如果被他砍到的话 瞬间可以杀死一个单位 这骑士没有要进去打吗 骑士过来砍这个房子不知道为什么 但看到伯根蒂的马上清装兵 已经是兵临城下 到了波斯的边界这里的木墙 守得住吗 因为后面还有一些战毛兵可以打 那个村民 这些骑士要把防射给砍穿 我不在确定为什么他要把这边砍穿 因为那边还有洞 他这坦房子的用意是什么 如果他能进来抓村民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吧 像对方经济会变稍差一点 这边反而是被马上清装兵闹到不行 拿着一个大砍刀 过去把生理直接干死 清装兵真的很猛 骑士直接砍穿了 然后这防射也砍穿了 就走了 没有打算要进去骚扰一下伯根蒂了 伯根蒂刚刚那波进去之后 虽然砍了不少村民 但是感觉不够 七十一村对七十七村 但说真的 理论说波斯这边刚刚 单TC打那么久 对手伯根蒂 单TC打那么久 这个村民差距其实是 容许范围内 马上清装兵再强 这里骑士 数量还是蛮多的 应该也不太可能直接这样A的 不过四周围都是 一些零星的战斗 包含这边 然后波斯还出了森里去感化这个 对手的村民 那伯根蒂的马上清装兵部队 准备出动 一只二十二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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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伤害 干你这超痛的这个 好像被长毛兵戳到一样 在超痛的阿 他只要换部队出来 然后再砍一下就好了 但是这边你看到波斯也是拉了他骑士进来干扰伯根蒂的经济 而且已经是满工房了 在城堡时代的满工房 十加二二加二 可是波斯打的真的是蛮谨慎的 就他没有直接冲进来要硬砍 当然一部分是因为这边有城堡啦 真的冲进来应该也会死得很难看 所以也只能做做干扰而已 波斯这边是主打骑士的兵表 然后伯根蒂是主打这个马上清装兵 不过看起来马上清装兵的攻击能力真的是优秀蛮多的 血少五点防御少一点 啊没有防御也没少攻击少两点 可是因为他光这个多出来的二十点伤害 每隔一段时间打出来这个伤害 其实就赚回他所有攻击输出了你看这个 这边马上清装兵跟骑士护A 看看下很非常相近的数量哦 马上清装兵难道这边败下一层往后退了吗 骑士直接往前追 我马上清装兵往后跑了之后呢 直接续好他的蓄力攻击 这回身一砍骑士直接大量阵亡 波斯这里的骑士没办法创造出太多的 杀伤很快就被对方马上清装兵给砍的一个重伤了 而且你跟马上清装兵拖时间拖久了 他的那个蓄力攻击一好了 就会突然打出一波大伤害 真的是满亏的 骑士这边要做硬换 但马上清装兵因为有城堡两座的关机 补充的数量还是满快的 虽然攻防没有拉到最满 不过这里看起来波斯的骑士 也没有成功能推掉这波马上清装兵 这些清装兵的蓄力攻击看起来还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波斯这里的骑士部队是大 大重伤 这边还有一对骑士没控到的 他刚才前线打的时候没有记得控这个 几兵过来连打 操作力略不行 没有在前线打的时候这个骑士部队在伯根蒂家中打一下 我觉得 现在伯根蒂你还是得干擾他家里紧起来 那个马上清装兵又过来了 超痛 跟被跟被跟被那个几兵戳到一样 打下去的伤害有够高的 说真的防御 基基础防御也没比较低啊 就血量少个五点 攻击少个两点 真的满满强的这个马上清装兵 这场比赛 阿伯根蒂目前就是单纯用这个马上清装兵在做攻击 那波斯也不甘示弱 他是觉得我我我堂堂波斯奇兵文明对不对 我我我的骑士应该也要可以的 这边只出了骑士 baby 混搭几个 强兵还不错 那这这实在是换的太痛苦了 哎呀马上马上清装兵一只造价多少 刚刚没仔细看我看一下 马上清装兵5555 5555 干还比骑士便宜 哈哈哈哈 这东西还比骑士便宜 哎 他比骑士便宜 但虽然说你你论单兵作战的话可能会打输 可是 最重要的是因为马上清装兵他只要拖时间 他的蓄力一好过去就可以打出那一波伤害 我觉得交换比都会比较好 因为马上清装兵要做的玩法就不会是跟对手去打一个持久性的近距离交战 他就是打完他的所有蓄力攻击之后就拉开往后跑然后再回来打你 就会变成非常的有优势 所以 这个东西便宜 然后又比骑士更有灵活度 分数没有拉得很开 波斯这边其实村民后续也都赶上来了 3tc也开了 博更地这边 虽然是开到5tc 不过村民数目前没有差异太多 tc最大的作用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是让村民有一个庇护所吧 这时候骑士便过来了 要注意一下他这个打 打建筑应该是不会直接触发的 他打建筑不会触发不然太强了 就是有打单位会触发而已 不然瞬间过来一砍这个士气就爆炸 过来就拉走我也不跟你硬A 反正我有输出到这个蓄力攻击就好了 然后两边也都再生帝王时代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应该会看到帝王时代的进攻 因为双方都不是要在这个时候想要做决战的感觉 应该是要等那个帝王时代之后出巨头 再跟对方做一波最后的交战 把旁边的建筑都小小的清理一下 波斯也开始在前线上城堡 好伯根帝城堡现在有三个 上到帝王时代了 伯根帝开始选择直接出了两个城堡 然后马上轻装兵直接升到精锐版本 我们来看一下 精锐版本升上去之后 体质会变多好 然后马卡也在升了吗 一一五的血八二二分级 一四五十一好好好 公那个蓄力攻击好像有提升 好像也提升了一点 写多三十滴 精锐马上骑兵 马上轻装兵 怎么轻装兵 他护甲明明就跟这个骑士一样 还轻装兵 所以波斯 上帝王的果然还是要出枪兵 出枪兵太难打了 六军已经拉上来了 中枪兵生产当中 还是要用枪兵去跟对方做马上轻装兵的护断 因为伯根蒂这边是蛮轻一射在出马上轻装兵的 战务看一下 伯根蒂现在应该看不到波斯的兵种组合 暂时看不到 我不觉得他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些长枪兵 但波斯这边倒是看得蛮清楚 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偷偷看到 因为其实两边都在想要偷转长枪兵 都觉得对手转骑士 所以我要找一个时机转长枪 城堡守不住 第一城堡陷落 波斯这里 军队也蛮多的 两边军队都不少 分数这边是伯根蒂比较领先 村民树是完全一模一样 一百一十四村 但以巨头的数量来讲 伯根蒂这边的巨头数量相当之多 有舞台的巨头 甚至拉了村民到前线这边 直接在前线踩石头 要准备进攻了吗 伯根蒂几兵也要拉上去咯 两边都是几兵 波斯这边有两房的 护甲 骑士先抓投石车 马上听众兵冲进来面对大量的几兵 这边一波护威 上方骑士没有要直接跟对方的几兵做交火 这边还顶着一点点的小城堡在互打 但是这个交换下一个波斯直接死光 波斯这里没有幻影 他的骑士甚至没有升成重装上去 莫名其妙 等一下我看一下 波斯他没有升重装诶 重装骑士也没那么贵吧 他交战的时候竟然没有把他的骑士先升上他的重装 重装骑士 我真满讶异 看一下他多少钱 重装骑士300黄金跟300食物而已啊 他这个波斯他竟然没有先升级 你要想伯根蒂这边都已经是精锐的 马上清装兵了 可能他觉得他几兵有办法赢吧 他几兵这边数量确实是满多的 马上清装兵还是个骑士吧 被几兵说 当然不用说 还是会死很快 但这里 哇这清装兵数量 有点多 文迪这一波冲进来 波斯感觉 连几兵都要守不住了 这个 这个蓄力伤害 到底是几兵戳他痛还是 青装兵戳他痛的 这个看不出来 你看这里 蓄力攻击好之后是11加29的伤害 超级多 40点伤害 40点伤害 他砍一下40点伤害 而且伯根蒂后方的这个巨头也还没有完全清理完兵 然后后方也还有继续在 那现在变成是波斯这边 感觉就是轻一射出这个几兵就好了 防御虽然是波斯这里的步兵甲是比较厚重一点 可是伯根蒂这里的输出能力实在太好了 那马上青装兵这里 几兵往前贴 两边在做拉锯战 两边的都是有巨头 准备要互A吗 巨头要互丢吗 青装兵目前有25只 波斯这里有49个几兵 超多 他也连骑士都不升了 波斯这边资源也是花的完全干掉了 黄金其实也没了拉 那伯根蒂这里是还有一点黄金 而且伯根蒂在这边要偷转那个火枪兵 大家看到对方几兵那么多 马上青装兵也不可能这样直接硬换 终究你打青装兵还是得要用几兵 这样换还是性价比好一点的 不过这火枪兵等一下出来了 反步兵专用 伤害17加4这伯根蒂这边全部都是高 重火力输出的 伯根蒂在后方维修城堡 伯根蒂这边剩两台巨头在做进攻 伯根蒂出 村民到边界来要采黄金 旁边还有在自己家里采黄金 火枪兵 紧在后方 现在波斯只有剩下几兵的话呢 这真的是不好说 因为只有几兵被火枪兵打会非常的痛 而且现在伯根蒂只要也补几兵去扛住你当肉盾 这些火枪兵制造出来的伤害其实交换比会非常的糟糕的 当然波斯这里几兵数量也非常的多 那边看一下 马上青装兵在这边总算要滑铁链了吧 但还是应过来点一下这个巨头 还是点的蛮快的 这蓄力攻击真的是好用 几兵最后收掉伯根蒂大量的马上青装兵 不过现在要面对的是伯根蒂更多的火枪兵 火枪兵这里数量也不少 不过 应该不会拉到对方层底下吧 要把巨头点掉 没问题 换伯根蒂掌握了巨头的优势 架在高地上准备做攻击 火枪兵很贵的 拉进城堡底下会不会有点危险呢 这里有点危险哦 火枪兵很贵哦 往后拉往后拉 这个靠巨头打就好了 那个石头不可能多刀 有办法这样一直修的 相信我 122维修城堡是贵得要死的 这边还派了一些 博恩店派了一些 小部队来这边要打 打进波斯家里干扰经济 存品的话 现在波斯是反而领先了 可是波斯现在能处理的方案 好像也只有用一堆极兵 可是极兵面对火枪兵就非常乏力哦 你看这边打瞬间就死光了 火枪兵直接一个密集阵型 你也砍 你也砍不到中间的 这样输出 输出的完整度来讲 火枪兵还是占的比较好 然后琴棋也冲进来了 波斯边防这里也没有顾到 感觉没有办法操作的过来 这里一只青旗也在这边砍波斯的村民 OK 前线 伯根帝的巨头也还在 而且 这边的巨头也没有被波斯拆掉 不是巨头啊 城堡 刚刚波斯打半天也没拆掉 石头的话波斯也没了 那伯根帝也还有石头 所以这个城堡要维修真的是有点困难 他大概只能用黄金去买石头再修了 可是这这这 阿里 这青旗完全没有发现吗 有啦 有发现了 但村民已经死了一堆了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现在死了多少村民 你知道吗 现在重要的是你把这片田拉走了 你的食物 就会有影响了 这前线的单位可能就 没办法一直攻击 而且伯根帝这边也是在旁边的 这个角落去升这个马就 直接集结点设在他家里面去铲青旗 因为 现在波斯他也进攻不了 伯根帝也看重了这一点就是没有要去进攻 我就防守 我彻翼就派青旗出来抓你的资源 因为外面其实打到后期你资源 呃你只能去外面踩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不然这里 没有没有办法说你过来这边就把防御做好 这个太太消耗手术了 操作力没有那么强 通常出来就直接开始踩了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伯根帝慢慢的利用巨头在 偷对方城堡的伤害 然后 然后 博恩帝的枪兵过来 几兵过来这边要把波斯的村民赶出去 因为他要再继续踩他家金矿金矿 博恩帝的匈牙利青旗 这边把所有波斯的伐木村民都杀光了 而且还有很多的匈牙利青旗在波斯家里显晃 前线这边真的石头要被耗光了 这边几兵过来村民真的是也没什么办法 你也不可能去救他 因为你去救他一定用骑兵 你波斯去救他的话还是会被几兵戳死 对还是蛮难救的 波斯现在 二十个在踩石头 这边还是想要引修 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哦 波斯往前要做交换了 几兵直接贴到脸上 要硬点巨头 这里的 波恩帝几兵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到吗 他直接抽掉自己的部队 引到右边来 但火箱兵看起来 这输出还是蛮爽的 其实一直两边零星的都有在家里 骚扰村民 所以看到有些零星的小战斗 但主要是前线波斯根本屠不穿 那现在波斯其实也没办法造黄金兵的嘛 那 铺兵也被克 那肉马也出不来 肉马也会被对方伯根帝的几兵克 我觉得现在波斯感觉也没招 但他可以出那个工兵 如果他出那个 纯就是垃圾工兵 我觉得说不定还有机会 但感觉应该也有点为时一晚的 我觉得 那现在看起来伯根帝的火箱兵 越来越多的 现在波斯在采取的策略是先去干扰伯根帝的经济 可是看起来是偏困的 因为 所到之处其实都有伯根帝的 几兵在做攻击 那 新奇要去打 底兵当然是没什么希望 而且前线这里的巨头还是 一直在 压破波斯的城堡 这城堡一旦陷落 我猜波斯应该 前线就挡不住了 甚至伯根帝在这个药口直接塞了一个城堡 防止对手从这条线过来 还可以封掉这边支援 伯根帝这边图控就做的蛮好的 你看整个地图这一半边 右下角这个地图 一大半边都是伯根帝控制 而波斯 呃十只的青奇进来了 看能不能搬回一城 分数到帝王时代差这个分数 其实还是有点不好说了 当然现在看兵种组合来讲 伯根帝但是优势非常多 优势非常多 这个到底要去逛逛去哪里 但是没找到村民 他想要找村民但走过来没有村民可以打是不是 诶 伯根帝的青奇也是 在波斯家里砍得满开心的 村民108对100 而且你看伯根帝家里的起兵 还是在家里防守的很好 波斯过来的青奇看起来就没有什么办法做什么 就没办法做什么事情 这 诶波斯的石头是无限的 好像狂修诶 这巨头丢了整场诶 这城堡到现在还不倒诶 金枪不倒 波斯城堡 装甲冲撞车都出出来了 干 这连装甲冲撞车都出场了 老天 然后这这些 波斯的青奇根本就 没办法打什么 直接碰上了伯根帝的枪兵 疾病啊 一千一万八百 一万八千分对一万三千分 攻击 这城堡要倒了吧 这个火箱在这边简直 根本摸不到近身哦 哦哦哦 瞬间死光 哈哈 死了一台巨头 打不下去了 GG 结束一场比赛 好了 感谢各位看到这边 先记得不要忘记离开之前 抱我的影片点个喜欢点个赞支持一下 那持续还是会跟各位带来更多的 是一流二的对战的一个转播 这场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 伯根帝马上轻装兵的实力哦 便宜 又有蓄力攻击 灵活度非常高 波斯这边直接打骑士战术 完全拼不过 那骑士只能跟对手硬A 然后 你A他他就往后退 其实那一波打完之后 伯根帝的马上轻装兵就占到蛮大的优势 然后之后 波斯是直接转疾兵嘛 那伯根帝也是反应很快 马上轻装兵死完之后就直接转火箱兵 火箱兵配疾兵 加上波斯后期的黄金已经枯竭 所以他不可能出黄金兵 他没有东西可以去对付他 他可以出战卯 但转兵来不及 因为这个消耗大量的木头跟食物 然后 波斯后来 为了挡前线的关系 他其实也需要很多资源 去维持他的前线兵力 有时候转兵的时候 就是你还是要考虑说 我今天前线到底能不能顾住 如果顾不住 你硬要转兵 你有可能前线就被突穿 而且 波斯这边一直在被消耗资源 你看伯根蒂在这边一直用巨头去攻击城堡 波斯也只能被迫一直维修 因为只要这个城堡 失守的话 波斯就绝对守不住了 这全部都没有防御 再加上后期这两边不断的 轻奇骚扰村民 血流成河 两边互相骚扰 反正你有死村民 我有死村民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还就是中间的那些兵种交换 不用说这些伯根蒂的火箱兵到底贡献多少 还有一开始城堡时代的马上清装兵 那让伯根蒂最后还是可以赢得这样比赛 好了 那今天比赛就跟各位带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就期待下次更多的施力无二的对战影片 我们就一样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